欢迎新朋友关注,我是禅官 今天我们讲《金刚经》第十二品 正教就是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教义 此处特指释迦牟尼的教导 因为释迦牟尼已开悟成佛 通达宇宙生命的一切真理,真相 他的教导当然是最正确的,所以是正教 对于正教,我们要给予无上的尊重 这就叫尊重正教分 佛陀于菩提书下大彻大悟出的宇宙人生之真理 以及此《金刚经》所开释之真理 皆属于内在的、主体的、存在性的生命真理 而不是外在的、客体的、形构的物质真理 复此,须菩提,虽说是经乃至四句记等 虽说是经乃至四句记等 以为当你再说这部《金刚经》 或当你正在宣说经中四句记的时候 无论你在哪里,你所在之处立刻成为了圣地 圣地与一般之地差别在哪呢? 当之此处,一切时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 如佛塔庙,就像佛塔和佛寺一样的神圣 实际上,这个地方没有塔,也没有庙 仅仅是因为在这里说了四句记 这个地方就立即变得神圣起来 如同塔庙,神圣的如塔如庙 一切时间,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人时间 世间就是众生聚集之处 明知为世间还包括整个六道 天人就是天道的众生 不要妄自生意 把天人理解成生活在天空上的人 这个天是一种境界 天人就是处在较高境界的一类众生 天人所处的天道是六道中最高的一道 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不是空间概念的上下关系 而是境界的高地关系 阿修罗道是六道中的第二道 简称修罗道 天人、阿修罗、人 统称为三善道 还有三恶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三善道和三恶道加在一起就是六道 关于佛家的六道知识 在任何一本佛教入门书中都可以看到 或在网上也能随意查到此不赘述 佛陀为什么单单提三善道呢 是因为三善道的众生本来就有很好的福报 但是三善道的人不会吸服 而是浪费造他难得的福报 他们容易自高自大 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各方面应有尽有 不觉得培植福报有什么必要 他们倒反过来觉得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的众生坏事干尽 应该好好培养他们的善性 所以释迦牟尼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出三善道 提醒他们一定要接应供养 供养就是培植福报 培植福德就是让三善道的众生要恭敬 供养 供养哪里 供养讲金刚经的地方 凡是讲金刚经的地方就是圣地 所有的天人 阿修罗 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都要制成的供养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如佛塔庙 供养分为身 口以三类供养 身供养就是到了应供之圣地或观人下轿 将军下马或脱鞋脱帽或合掌弯腰 如是等等 皆为身 行为供养 禁止宣化 言语温和 多多称赞佛德 如是等等 皆为口供养 正心诚意 思维佛陀教义 体悟佛陀圣经 如是等等 皆为意供养 何况有人尽能受持毒诵 现在不仅是恭敬 供养了 在恭敬 供养的基础上还要受持毒诵 要尽能受持 尽能指尽己所能 竭尽一切心理智力能力去受持 去读诵 去领悟 读经的时候 若只用嘴读 一听声音就能听出来 那要怎样读呢 做忽母想要像是一个孤儿 正在呼唤母亲 做如此观想 做救命想一失足掉到水里了 忽然抓到一个救命稻草 大喊救命啊 救命啊 做闺蜜想一在受持毒诵的时候 把自己的身口意 整个身心交给经典 交给佛陀 全由经典和佛陀引领我们 由此三想 才是读诵经典时应有之态度 才能够叫做尽能受持读诵 若只是嘴上读诵 不能叫尽能受持读诵 徐菩提 当之世人 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这是有前提的 前提是尽能受持读诵 如是之人 才能够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这句经文用了三个形容词 最上第一和稀有 最上就是第一 就是稀有 佛陀在这里用三个形容词 来强调 此法的无上之殊胜性 你若能够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实际上你就能够成佛 也就是说 你若尽能受持读诵 即可成佛 佛陀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教导我们 金刚经是究竟理之教授 是终极圆满之开始 是迅速成佛之秘法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则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就是金刚经所在的地方 即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就是尊重这个经典 就像弟子们对佛陀的尊重一样 西藏密宗伟大的宗教改革家 宗喀巴说过 佛法比佛陀更重要 这句话颇耐人寻味 佛陀已经距离我们2500年了 我们怎样才能从佛陀那里受益呢 需要通过佛法才能受益 所以佛陀对我们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或者说即使重要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 能够让我们此时此刻有所觉醒 有所收获 身心有所成长 靠什么呢 靠佛法佛陀的教导 要依法而生 才能让我们重获新生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佛法的确比佛陀更重要 具体到这里 就是金刚经比那位历史中的佛陀更重要 因为金刚经就是佛陀之化身 是佛陀无上般若智慧之体现 金刚经所在既为佛之所在 甚至比佛在还要重要 所以后世弟子应该像尊重佛一样的尊重金刚经 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种尊敬心 恭敬心 你才能做到三想中的闺蜜想 你若不尊重 就不可能做到闺蜜 你只有充分尊敬了 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身心闺蜜于法 闺蜜什么法 就是闺蜜 金刚经的教导 由此闺蜜想 金刚经读到哪 它就会把我们带到哪 读到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它就能把我们所有的表象破除掉 我们读了很久的经典 为什么我们的人相 我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一个不少呢 因为我们没有闺蜜 竟是精 你是你 相看两不厌 它喜欢你 你也喜欢它 但是你们中间有很远的距离 物理看花 隔暗观火 我们与经典之间永远没有交集 就不可能有多大的效果 腰下有效果 前提必须有闺蜜想 闺蜜想的前提必须有恭敬想 没有恭敬想 没有恭敬心 怎么能够生起闺蜜想 什么叫恭敬想 通俗的说就是权威想 就是金刚经 在你的心目中 要有无上绝对之权威性 绝对之权威 无上之权威 你在这个权威面前 才能生起恭敬想 如果对经没有权威感 你也很难生起真真正正的恭敬心 有了权威 才能生恭敬 有了恭敬才能闺蜜 有了闺蜜 才能读到哪里 就把你带到哪里 那么一部经读完了 甚至只读半步经就行了 你就回家了 就获得了彻底的无为 即可成就最上第一席有之法了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禅官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点赞和关注 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 我们下期再会